大家好,歡迎收看阿龍開箱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這個非常可愛 MegaHouse出品的 迷你版的風神雷神 Uchiha Sasuke 跟Utsumaki Naruto 就之前這個開過箱 介紹的風神雷神 他出了這個縮小版 就是這個文香眼系列 那我們先用這個運輸盒看齊 盒子整個看起來是 比較扁獸長型的 長方型的樣子 一些記憶性的資訊 那不囉嗦,直接看這個內容 現在各位看到,這個是非常華麗 這跟上一個版本的 寶友一樣的風格 風神雷神仿舊盒子的外觀 非常可愛 中間可以直接看到本體的部分 佐珠跟名人 旁邊就是他們插畫的部分 相當可愛 風神的名人 雷神佐珠 那盒子外觀 我們大概看一下 側面的話呢,這一邊就是寫雷神 雷神 雷神 實際照片 那另外一邊呢,就是這個 風神 Fujin Naruto 非常可愛 非常可愛 那背面看一下 是一樣 直接用這個照片來當作這個 盒子的外觀 那它是一個組合 它是沒有分開販售的 如果你要買的話 就一次是買一組 那右邊就寫一個 風神雷神的套餐 那這個是有特點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特點 好,那我們來做一個內容的介紹 好,那各位現在看到這個本體的部分 那特點呢,就是這個 這個類似有點像紙板的這個 彩繪的這個 繪板 相當可愛 另外再幫它做一個 插圖製作 好,那就藏在盒子的後方 所以不要輕易地把盒子丟掉 好,那我來看一下這個本體的部分 非常可愛 而且是非常非常精緻的 看一下 先從這個佐助看 開始看起 這個佐助的部分 大概看一下 好,這個是不是非常可愛 那這個 驅種男戶的鼻子不知道怎麼會歪掉 可能是壓到的 待會再瞧一下 先簡單看一下它的外觀 好,整個先簡單看一下它的外觀 待會來做一個組裝 因為佐助它背後還有一個雷神鼓 那這個名人的部分 看一下 呃呦,背面 除了這個本體 另外就是兩個台座 另外就是兩個台座 跟上一次那個西遊機是有點類似的 一個封神的類似 OK,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組裝過後 以及細部的部分 現在已經組裝完畢了 非常非常震撼 我們先從這個名人看起 好 明人這個部分 它基本上動作完全是跟上一代的 是一樣的 上一個版本 那我們先來簡單的看一下 它這個圖裝的部分 好,這個臉是 做圖裝的非常非常漂亮 好,這個牙齒有一點點 小小的意色,但 還好 這樣看起來就是OK的 那這個護額的部分 經典的這個木葉 木葉標誌 那這個眼睛 眼睛旁邊都有這個 特殊妝容 它這個身體比較像是那一種 軟的那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扭過那種扭蛋 那種軟的那種身體 材質比較接近那一種 那不過以它這麼小的這個 體態來看 這個圖裝已經是相當不錯了 好,那我們先來看這個 這個九尾 九尾這個 這個頭真的是非常可愛 一般很少看到這個造型 眼睛也是這個紋香眼 好,這個是非常可愛的九尾 做一個半透明的呈現 那這個 迷人拿著這個布 材質基本上跟上一代是完全一樣 只是把它變成一個比較縮小版的這個做法 那這個背面 看一下 這背面是相當完整的 它是一個繃帶 護額還有這個飄起來的這個斷帶 相當漂亮的 有點像半透明的呈現 那腳踝的部分也是有一個這個金屬環 還有這個手的部分也是有 細節都是有顧到的 整體呈現的就是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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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台座以後就帶個這個感覺 相當精緻喔 因為它這個體型在這麼小的狀態下 做到這樣的程度 已經相當不錯了 那我們來看這個 左柱的部分 這個左柱相當帥氣 一樣是跟上一代一樣 先來看一下 這個虛種男戶一樣半透明的狀態 呈現藍紫色的狀態 這個臉的部分 看一下 塗裝也是相當精緻喔 有個眉毛 南皮小眉毛 嘴巴眼睛的部分 眼睛一樣好 跟明人有這個特殊妝容 手拿的這個道具 有上一個這個金屬呈現 金屬色的呈現 橋也是非常可愛 看一下這個背面 各位可以看到它這個斷帶 是有點這種珠光的反光 這樣反光就看得比較明顯 有點這種珠光色的感覺 好 那唯一比較可惜的是 這個左柱的身體 它的射差其實蠻大的 好 現在各位看它這個背部 還有這個 後腦勺這個頭 還有這個手的顏色 有個蠻大的射差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這邊不是那麼理想 它這個腰帶 這個紫色的部分 也是有做這個珠光處理 相當漂亮 就是這樣 那後面這一個 這個雷鼓的部分 就是銜接在 剛好銜接的這個地方 兩邊就 簡單的做一個插入 就OK了 整體驅途難貨的外觀 長不一樣 旁邊這個很漂亮 旁邊這邊有做一個 很像一個 小雷的這個標誌 非常可愛 細節都還是有顧到 這個虛妝的顧客是用一個黑色 就是那次反光亮漆做一個呈現 還是非常帥氣非常可愛 包含這個下面的盒子 台座的部分就是雷神 OK那我們來看一下各種不同的程度 角度成熟 這個為了讓大家做一個更明確的比較 我們直接把這個 上一代的這個斑大後面 做一個對比 那完全是很像 非常可愛 直接把它做一個縮小板 這個各的角度 還有後面這個雷鼓 還有這個斷帶 幾乎都是一樣 相當相當可愛 這是左柱的部分 還有這個名人的部分 拿路頭的部分 也是一樣 真的是做得相當生動 這樣擺在一起 是不是就非常震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一起拍個合照 好 那今天阿龍開箱都介紹這邊 喜歡的朋友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或訂閱我的頻道 那往後呢 期待更多火影 還有其他這個模型 分享介紹 再見